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看一下這球 打波形往下起 右角角角 阿貝斯卡撞到中路 即將這麼高 這一球進了 右角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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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民棋的全場比賽結束了哨聲 中場 我覺得本場比賽造成我們最大的問題 就是對方的壓迫 真的來得蠻快的 讓我們只有很少的時間可以去處理球 教練中場給我們的指示 然後讓我們開始改變打法 然後下去我們大家就每個人更輕鬆 打起來公司就更加流暢 才會有後面的進球 那兩顆都進得很漂亮 大家在上半場的時候壓力沒有釋放出來 因為我們在後半場是做管傳 然後對方在我們的後半場 一直壓著我們做攻擊的時候 我們沒有把球放到空間去 把我們的人帶上去 所以我們的壓力一直沒有辦法釋放 到下半場做了調整之後 讓球盡量去移動 然後往前去把球放到空間去 把我們的人帶上去做攻擊的時候 得到了不錯的效果 今天比較關鍵的人物應該是 艷樹他中間的穿震影線跟分球 在兩個得分上都有做到助攻 還有後面換下去的 替補的黃優威跟吳龍爵 還有合宿 方麗鵬都表現不錯 方麗鵬他的突擊都做得很好 而且在防守上面蠻穩健的 那就是我們今天可以贏球的一個關鍵 還是有一個被進球的失誤 那這個還是在移動的時候 彼此的呼應沒有去做到失防 我們去溝通好 那就是我們未來要去修正的環環